3月22日 网红美其向大家道歉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近日泰国旅游突然爆火 很多人去打卡 随后有网友爆料泰国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好几位女网红去了泰国后 突然停止了更新 引起大家纷纷猜测 美其表示自己已经到了新加坡的酒店 现在非常安全 并解释 在泰国机场的视频 其实是分段拍摄 并没有任何点击 之所以状态不好 其实是自己没事讲 大家上做了美容 才会这样 美其表示 本来只是想和粉丝报个平安 没想到事情却越发严重了 美其之言 我说的句句属实 让大家担心了 非常抱歉 此外 美其否认炒作 称自己到泰国的时间是3月1日 当时并没有出现那些言论 平时分享一下日常生活 也没有内容 更没有团队 美其透露 自己在新加坡的签证是两个月 原本想待到鸡满 但因为此次事件爆发 我会提前离开 去往下一个国家 对此 很多网友吐槽 美其就是利用这次事件炒作 粉丝还涨到了20多万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